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各省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会成功吗? 浙江组团出海抢订单火了 12月6日,浙江将组织1万家企业出国参加经贸活动 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12月3日,浙江省启动千团万企拓市长抢订单行动 12月4日,由省商务厅带队的外贸企业队伍出发 开启为期六天的德国法国执行 12月7日,据苏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11月17日到23日,苏州市商务局组织开展了复日包机服务工作 成为2020年疫情以来 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组织的首次大型经贸团组包机服务 复日之旅成果丰硕 拿下超过10亿元新订单 据悉,12月9日到18日,苏州市商务局 还将组织开展赴法国、德国包机服务 12月5日,四川首架商务包机启航 来自31家外贸企业的40人,飞赴欧洲开展为期九天的经贸促进活动 据四川日报消息,这些企业来自食品、医药、汽车、家具、农产品等行业 将通过拜访新老客户、参加展会等方式抢抓海外订单 近日40家广州企业也包机出海抢单 广州市商务局组织近40家外贸企业百余人 以包机的方式赴东南亚地区参加广东、马来西亚商品展和亚太地区新加坡美容展 其实早在11月底,佛山经贸代表团一行44人就已经赴波兰开展经贸行动 成为广东省内率先重启海外经济交流活动的城市 今年11月份,作为中共主要外汇来源的出口贸易额同比降幅 撞下新记录 中共统计局公布数据称 中国在今年11月份的出口总值2961亿美元 相比去年11月份下降了8.7% 这是中国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同比降幅 而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从10月份的851亿美元收缩至11月份的698亿美元 统计局的造假众所周知 它的数据至少一半都是水分 但是统计局都说今年11月份的出口总值2961亿美元 相比去年11月份下降了8.7% 那实际上肯定减少了更多 因此才有了各省市召集各家外贸企业出国抢订单这事的出来 接单哪有那么容易 出去转一圈就说几个亿的单子 其实只是异项单或者备忘录 老外随口咨询一下一个10万美元的产品 可能连名片都没有 就统计进了订单 这很符合中共国一贯的统计逻辑和骚操作 无论有影没影都往上靠 反正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总能远回来 回来后报告里肯定有达成投资意向 几千亿欧元招商引资成果丰硕等等 出口断崖 一是海外消费萎靡 总体需求下降的问题 也有中国政策招令西盖 经济不连贯不稳定 营商环境非常差的问题 中国随便封城 阻断供应链 或供不出来 谁还敢把单子交给你做 因此很多订单转往了印度 东南亚 东欧等地 CAN报道 美国最繁忙的港口已不在西海岸 在过去的22年里 洛杉矶港一直是北美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 为美国人运送了大约1000万个装满货物的集装箱 每年为加利福尼亚州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收入 但在过去三个月里 纽约和新泽西港一直排名第一 大家知道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港 主要是承接中国的商船入港 纽约新泽西主要是承接欧洲的商船入港 现在洛杉矶港在过去三个月 已经不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 就说明来自中国的货物少了 进港的船也少了 而且订单一旦流失 就很难再转回来 一个不讲科学讲政治政策招令西改的地方 谁放心把订单给你 再有经贸合作 要一个自由宽松的法治环境 和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 要遵守基本的国际规则 没有这些招商引资 就是一场竹篮打水 中共多年来依赖外贸外资 2020年提出的六稳物宝就有稳外资稳外贸 但当下的经济情况 中共无力应对就把压力甩给地方各个省自救 赶快出去抢订单 外贸团就是在这种情况背景下出来的 之前中共一直实行极端清零政策 现在已经是12月份 针对圣诞节和新年的产品出口已经晚了 而且海外经济需求也是萎缩的 那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还出去呢 一是完成上头的任务 二是封空在国内 三年了也要借这个机会出去转一转 看看外面的私生子女打理打理房子 看看是不是要卖掉 要不然中共收回去怎么办 一大堆的私事要处理 当然争先恐后出去了 然后回来报几个意向 拿几个公司名片就可以交差了 按照中共官方数据 一到三季度GDP年化增长只有3% 距离其预定的5.5%目标相去甚远 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一定要维持速度 速度一降下来 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 只有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才可以把这些问题给遮盖住 经济速度降下来就是经济大盘动摇 社会就会动荡 2022年地方专项债发行 今年已经超过20万亿 中共是想带动民间投资的 结果也没带动起来 因为大家看明白了 现在的政治经济局势 没人想扩大再生产搞投资 都想躺平 现在中共没办法了 只能让各省外贸企业出国抢订单 中共现在的经济政策 就是东一狼头西一棒锤 之前拼命极端风控 把订单吓走了 现在经济差的老百姓都上街反抗了 因此就全部放开 还让企业出国抢单 一点连贯稳定性都没有 效果怎么会好 出国抢订单也是形式大于实际 中国出口完蛋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组团出去抢订单 也阻挡不了这个趋势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